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目从三人 意思就是 人多则其目光可畏 所以 中的本意就是多汉盛大 如礼记大学 生财有大道 生之者重 食之者寡 这是说 国家致富之道 在于生产的人多 消费的人少 众也表示民心 礼记大学 道德重则德国 施重则施国 剧中的重就是民心 所以 政治上的得施 是以民心作为衣柜的 众生不但指人而言 也泛指一切的动物 众生相是佛教人我四相之一 但是现在多用来表示 人生百态的形形色色 众香国是佛经中的国家 国名众香 佛号香继 传说齐国 楼阁花谱 均充满了香气 周流于十方无量世界之中 不过如今 多半以众香国 指美女汇集的圣地而言了 众方就是群方 指各种花卉而言 如临步山园小梅氏 众方遥落独宣言 占尽风情向小园 这是说 在众花都凋零的时候 只有这株小小的梅花开得美极了 在整个花园当中 都被它占尽所有的风光 但是众方也只比喻为群贤 众望就是一个人在群众之中的声望 而这种声望 不是借着选贺的才是所造成的 而是出之社会大众 对它人格的肯定与尊重 所以 在任何群众活动当中 若想众望所归 就必须排除投机取巧的心理 或者是华众取宠的作风 才能够不负众望 实至名归 最后再提出来的是 我们节目一开始就介绍 众这个字是从目从三人 但是现在有很多字模 都把它印成了中间的一体字 这两个众字 或者是最左边的简体字 这都是不妥当的 希望大家书写的时候 还是以教育部所定般的 标准字体表的正确的字体 来书写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这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费